那個資料整個看完之後 我突然之間跟余將軍 想起了我們當兵時候的一個畫面 什麼 早上七點半早點名 要唱歌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所以你看柯文哲每一次照過來之後 唱早點名 對 他們說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中華工程 對 他特別愛中華工程 所以連北四科第一個問的 這樣是中華工程 這個才叫做真愛 不是星光忍獸嗎 真愛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你還沒有開口 我就幫你想到了 不是 對就像真愛 就像超級市民地方父母官對不對 像父母一樣的提他著想 所以你看北四科 我都不用開口 你就主動來爭取我 幫我給我生意 把生意塞到我手上 中公保全是什麼 愛乎要擠乎嘛對不對 什麼意思 所以整個中華工程下面 有個中公保全 那柯文哲蓋了全市 有十七個社財對不對 那社財不是要保安嗎 要保全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這個中公保全當時的董事長 也叫做豬牙虎 豬牙虎 那個資料整個看完之後 我突然之間 跟余將軍想起了 我們當兵時候的一個畫面 什麼 早上七點半 早點名 對 要唱歌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所以你看柯文哲 每一次照過來之後 唱早點名 對 他們說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中華工程 對 他特別愛中華工程 是 所以他當年當兵的時候 也有唱這首歌 對 所以他天天叫我愛中華 對 你看他有多愛呢 對 先前的時候呢 中公本來就做一些營建的 做一些這個公共工程的很多 對 所以最早的時候 二零一六年 捷運工程 藍區工程 那個新義縣東延 對 OK 做捷運五十一億 這個大家覺得好像還很正常嘛 對不對 可是後面呢 內湖和平高中的這個公共住宅 感覺還是中公的 還是他的正常嘛 二十六億 二十六億 可是後面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了 魚果市場 魚果市場了 然後公務局的第一果菜市場了 對 改建工程通通給他了 對 但是這裡面你看中華 柯文哲多愛啊 兩百一十一億三千六百 一十三萬 光中公在這邊就賺了兩百多億 所以那個沈欣欣每次聽到我愛中華 就覺得 這個還是要替他想點辦法嘛 對 可是真正的核心 你要看到是連續在這邊 金華城 從金華城 魚果市場 北市科 以及台北市社宅包給中公保全 你都是中公 魚果市場 我們也講了很多次嘛 減象發包 對 一定要給中公過去 可是你沒有想到的是 北市科 在詢問投資人的時候 第一個問的 有所會想的 也是中公 所以連北市科 第一個問的 這樣是中華工程 這個才叫做真愛 不是星光忍獸嗎 真愛是怎麼意思 就是 你還沒有開口 我就幫你想到了 不是 對 這叫真愛 就像超級市民地方父母官對不對 像父母一樣的 提他著想 所以你看 北市科 我都不用開口 你就主動來爭取我 幫我 給我生意 把生意塞到我手上 有所會講的 北市科是做生技科學研究合理嘛 對不對 結果 當時詢問潛在投資人 第一個找誰 跟那個整個生技沒有關係 中華工程 你看 這是多愛啊 對不對 主動去問 然後再過來 中公保全是什麼 愛乎要擠乎嘛 對不對 所以整個中華工程下面有個中公保全嘛 對 那柯文哲蓋了全市有17個社材對不對 對 那社材不是要保安嘛 要保全啊對不對 那原來就是中小企業很多人去承租嘛 對 那結果呢 他最後的時候呢 他太歲了 在最後一年的時候改成 把17個分成東南西北四個大區 對 然後呢 委外由公司來保全 你知道這結果 你一合起來之後 原本17個公仔 就17個標案 中小系列啊 一般小的都可以 那現在變成東南西北四個大區 每區可能就四五個 一次就吃很多 結果中公保全 竟然一次拿東區跟西區 因為你這一量子 你就限縮那些小傢伙了 對 所以呢 中公又把你拿下來了 而且最愛乎幾乎是什麼 而且是最肥的 拿下金額最高的 東區跟西區標案 然後當年每年呢 有六千四百多億 然後連扩充一年對不對 六千四百多萬 扩充一年一億三千萬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這個中公保全 當時的董事長 也叫做豬牙虎 豬牙虎 對齁 謝伊鳳他家不是經營第四台的 網友馬上留言 要撿有限電視 不用問謝伊鳳嗎 對耶 黃國昌是在單調謝伊鳳 五百塊要幹嘛 各位知道黃國昌最近 唯一參加的這一個 政論節目 也是第四台啊 也是有限電視啊 全民亂講啊 他也是那一台啦 那一台也剪掉哦 五百塊要幹嘛 大家都不要看哦 黃國昌在塑造一個事情 就是說 TVBS 黃國昌說 叫大家把你剪掉 不要看TVBS 我是不敢說是你剪掉 不是你剪掉 大家都沒得賺啦 黃國昌 黨人錢財 殺人父母 這種事 我怎麼忍得住 黃國昌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宗教化 他說看我這個宗教台 是 他就叫大家看他這一台 其他台 五百塊要幹嘛 其他台都不要看 然後就把這個 耳朵這個 抽起來 眼睛閉起來 對 然後希望大家都只有看他禮拜一的直播 其他都不要看 所以呢 當然這個網友就說 你有沒有問過謝伊鳳 為什麼要問謝伊鳳 因為謝伊鳳他家家族經營三大有限電視 他是第四台王 就蓋白宮那一洞 對 蓋白宮那個 那所以呢 因為今天吳怡軒也說 今天這個媒體報導的基本就是科幻報導 鏡週刊是科幻報導 鏡週刊沒有查證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報導失去公信力 希望媒體能夠自律 再次凸顯民進黨執政下 黨減媒一體的共生集團 等一下 你們今天柯文哲搞那麼多迫事 然後你最後的週刊把它爆出來 你不回應就算 你還要扯說週刊是黨減媒 是民進黨執政的共生集團 還要扯你民進黨 那除了這個事情以外 最近這兩位 就一個叫毛恰靖 一位叫戀宏 他們兩個去幹什麼事 他們兩個就去告賴清德 所以說他們去告賴清德 對 告賴清德他們用的頭銜 一個叫媒體人 其實就是親民眾黨的媒體人 一個用頭銜的國民黨前文聰會主委 列宏慶 對 他故意用國民黨名號 可是在他的粉專被我抓包了 我到民眾黨工作了 四月十七號 對 然後呢 這兩位 本質上就是民眾黨的 這兩位都要選議員 四價總 對 如果是頭銜要去英國 我們一年在下鄉的演講 對 他們都會來 哦 就整個人說 王一傳出來了 就是要搏版面而已 搏版面 他們去告賴清德 賴清德現任總統 你現在告不合 你現在告不合 對不對 你現在要告 像這個什麼 馬英九 你現在可以告 卸任以後可以 所以你現在告 他告賴清德什麼 他告賴清德說 哎 賴清德你當台南市長 為什麼台南市的融機 對 有一個 有獎勵 為什麼融機 原來譬如說有一個融機 台南市中西區大電機開發的融機獎勵 也從一百八變四百也是圖利啊 沒有啦 這一百八 這當然 當時是這個叫做縣區 管庫 縣市合併 有一個 有一個叫台南市都市販 軸縣第一期計畫 對海岸路 英華路 林申路 夏林路 有一個軸縣 他希望能夠把這個軸縣重新做更新 所以他們就通過了一個通盤檢討 都可以通盤檢討 完結就叫做通盤檢討 因為金華城被人家詬病 就是你沒有整個接獲的開發 你融機只給金華城 這台南人就知道 這就是跟我市政區那裡 跟我市政區最老闆的旗市區 他就整個通盤檢討 通過了一個融機 大家都可以往上 通過這個通盤檢討之後 附近所有的地址都可以來升級 沒有獨厚某一間公司 所以大家都可以 你有資格都可以來請 所以當時透過這個方式 把那個地方的融機 都慢慢拉起來 可能都給竹子 套天的 都拉高 就比較好的都市的樣貌 可是這個案子 現在用這個方式出來之後 他們說不行 你為什麼可以從一百八變三百四 差別到達兩百二 涉嫌圖利 金華城 金華城不是金華城就是那一棟而已 對 那一棟自己能夠扶起來 連許草薰他家都沒參加 都沒有 許草薰他家都沒參加 對 他們都沒辦法 涼麵那邊都沒有 對 那邊都沒有 那幾次都沒有 那家都沒有 五樓的這個 都公寓的 他們也沒有電腿 所以如果當時金華城是 贏金華城 跟許草薰他家 所以林中銘才強調 要給五百六 要連西北角整片開發才可以 八德路 狡視民到 到中央的那裡 全部集合作 就整個一起做 當地所有的地主 一起可以來參加這個更新 對 那就沒事了 但是你只選擇這一塊 台南是選擇這個是 這個一塊是 大家一起都可以通案 從海安路 永華路 林申路 夏陵路 公園 南路基 東風街兩側 就是一大片 他名字叫做中西區 大面積開發案 這個沒有看到任何人 對 沒有看到任何的建案的名字 就是 台南東 東西區是兩區 因為中西區就是一區 這庫的叫中西區 然後整個 大面積的開發 被框進來的 全部都可以容積往上 然後現在這種 這種抹黑的方式 其實沒什麼意義 因為專台灣 每一個縣市 都有做通盤檢查 大家要生 大家一起生 是 不可以為了某一個個案 去進行被根 這是台南的案子 跟金華城最大的財法